诸位大德同修 这个光阴过得很快 昨天我们家郑宗峰报告 那么今天开始要向大家报告本经的流通分 那么诸位大师的叛教 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这一部经分段 古人叫做叛教 它跟过去的古大德的看法不一样 虽然在原则上每一部经都有序分 正宗分流通分三分 但是这个三分经文 从哪一段起到哪一段止 几乎每一位大德的看法都不一样 那么欧耶大师他的看法尤其是特殊 那么在诸节里面他读续说 他为什么从六方佛这个地方 就把它分作本经的流通分 他说了说出很详细的道理 我们细细去观察呢 他所说的也确确实实是有理由 那么这个是基于对于弥陀经的认识 对于弥陀经的看法 从整个这个要节 就是诸节来观察 我们想到印光法斯的话 是非常正确 印族讲 居实是古佛再来 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换句话说 不能超过这个要节 古佛再来都不能超过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要节确确实实 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意思 决定不错 这是说明他对于本经的认识 与理解是十分的透彻 所以分的段落跟古人不一样 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 是第97年到111年 因为流通分 因为流通分分为两个大端 第一个大端是 祝福 劝信 流通 大四在这个注解里面 续分里面我们看到 信愿行三分 正宗分里面也是这三分 流通分也不例外 也是信愿行三分 这个通常讲 净土三字两 可以讲 弥陀经里面是凤凤居足 非常之难得 经文从摄理佛如我经证 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一直到如登界当信受摩语 即祝福所述 这个一大端 欧云巴斯 他提出的理由 首先 为我们解释流通两个字的定义 流是流传万古 通是通大四方 每一步经到最后 都有这一份 我们舍佛的同修 要特别留意 我们舍佛目的 是要脱离生死轮回 是要求生极乐世界 轮回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出不去 归根皆敌 就是我执所造成的 职责这个身体生活 金刚经常讲的 我向我见 这是生死轮回的大根大本 凡夫起心动念 就把我摆在第一 我的利益 决定不能够舍弃的 其心动念的 就想到自己的利益 这个信量非常最小 这是制造生死轮回的根本 不能往生的大障碍 你看佛 任何一步经典 末后 这个流通分 就是展开心量 真正与四红十元 众生无边十元度 与这个相应 我们要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怎么可以令发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 就是佛教里面 这些出版的 乃至于经书 后面都 版权所有翻印必救 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是不准流通 利益是我的 不准流通 人家要印的话 那就是盗版 其实我们想一想 这个佛法是 释迦摩尼佛流出来的 那你就盗了 释迦摩尼佛的版了 释迦摩尼佛现在 不给你算账了 恐怕死了以后 耶罗王不会饶过你啊 你的证据十足啊 都印在后头 版权所有翻印必救啊 那就是阎罗王将来 判罪的证据 怎么来都来不掉 这个事情麻烦大 所以我们一定也晓得 这个流通的意思 是要把这个大法 佛是要普渡一切众生 所以是应当我们有使命 有责任把它流通万古 通达十方 那么这样的大法 可以说是一切祝福如来 所宣扬的第一法门 谁有资格 谁有能力 来担任流通的责任 奥耶大使说 只有祝福才有资格 担起流通的责任 所以他六方佛 盼着流通分 这个道理在此间 这个道理我们想想 的确是十足啊 因为这部经所说的 确确实实 是四十的真相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 四十真相 世尊轻盈看到 福度众生 众生往生 无量无边 第一殊胜的利益了 所以他说 无尽是利益 他见到这个利益了 无问自数 没人欺勤 佛主动为我们宣扰 世尊如是 想必 射方一切祝福如来 也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所以这个流通 那就是为佛与佛 才能够就近 祝法师相 共同 大夫其流通的使命 因为 因为这个经典上 说这部经呢 也可以说 就是净土三经 三经所说的境界 都是如来 都是如来 古地上的境界 若不是祝福如来 没有办法 讲得透极 讲得明了 所以 所以欧耶大师 这次认为只有佛 才能够 坚负其这个流通的使命 经文一开端 为我们说出 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不可思议 大师 为我们略举 五端 就是略举 五种 不思议 这五种 实实在在难度 不说佛 不知其难 不修行 不知其难 真正学佛 修行 才晓得这个事情之难 但是在禁宗里面呢 是一条一条 都把它解决了 第一个是 横超三界 不要断乎 这个不容易啊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如果不断见识烦恼 决定不能出三界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 你修禅也好 你修秘也好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 尽私烦恼不断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可是尽忠这个法门 不需要 一凭烦恼不断了 也能够待业往生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第二呢 深到西方世界 我们待业往生的人 深凡圣同俱徒 这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明白 虽然生凡圣同俱徒 就可以见佛 就可以与观音世智文书普行 这些大菩萨 八手同行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这些大菩萨 他们住的是十报状言统 长几光净土 说明一种什么事情呢 四徒在一起 不想他方住佛世界 四徒不在一起 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 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俱徒 苏佛世界也有方便 有余徒 我们见不到 也有十报状言统 我们更见不到 西方世界是一生一切生的 四徒混在一起 所以那个地方修行 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 渐进的 像读书一样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慢慢的往前进 这个男的 飞的时间长 西方世界是顿超 这一下子超过 所以他的时间短 成就快速 这是第二 不可思议 第三 方法 非常简单 无量寿金教给我们 一向转念 大师至菩萨 在圆同章里面 告诉我们的 都是六根 尽念相及 跟那个一向专念 完全是一个意思 菩萨告诉我们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换句话说 不需要借任何方法来帮助 从初发心 一直到臣服 就是用一句名号 你看这个多简单 多容易啊 任何一个法门 都比我们这个法门 来得繁杂 这个法门非常容易 这是不可思议之三 第四 这个法门 如果你认真地修行 决心想求生西方净土 要修多久才能成功 本经跟你说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三日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你就成功了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需要很多的岁月 那么也许同学们会问 我念佛念了好多年了 我也打过好多过夫妻了 为什么还不能成就 对经上这一段话了 就生起疑惑了 说实实在在的 如果真的这个地方啊 打个佛旗 外头挂个招牌 去天保证往生 恐怕一个人都不来了 你还敢来吗 这不得了啊 这七天就送死了 这不得了 那么由此可知 你也 你的念佛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的想往生 对这个世界 非常贪恋 这个千尝挂度 放不下了 所以这是你啊 念了多少年 打了多少佛旗 都没有消息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真想往生 是到佛旗发会这里 来玩玩而已的 这么回事情 古真 把发的真实心 向求生净土呢 这个七天呢 这一个其实 决定成功 我们在净土圣贤路 在往生传里面看到 净土圣贤路里面 最显著的例子 宋朝的迎科法司 专辑里面记载的 这个法司 大概平常不守清规 破戒的一个出家人 好在呢 他有善根 他自己知道 自己啊 习气很重 没有办法呢 受清规的约束 造作很多的罪业 想一想啊 来生一定会堕地狱 想到堕地狱啊 他就害怕 这个请教啊 他的同学啊 叫同餐道友 有没有办法 可以救他 同餐道友啊 就拿往生传给他看 他看了往生传之后 就很惭愧 就很惭愧 很受感动 于是就下定决心 念佛求生净土 他是一个人啊 把疗房的门关起来 念了三天三夜 他不吃饭 他不喝水 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念阿弥陀佛 他的天地真诚 真地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佛就告诉他 你的兽 养兽 还有圣灵 你好好的用功 到你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我来接应你 盈科法斯就说 我的习气很重 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 那还要十年 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了 我说我的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走 那阿弥陀佛也就同意了 阿弥陀佛说 这样好了 三天之后 我来接你 好不好 他说可以 三天之后 他就往生 他把房门也打开 就告诉大众 三天之后 我要往生了 阿弥陀佛 要来接应我了 这个寺庙里面的同学都笑他 你这个 造作一生罪业的 三天你就能往生 哪有这个话了 可是看他的语气 态度呢 倒是很诚恳的 不像是骗人的 不像是讲 开玩笑的话 反正三天时间不长嘛 大家再看着 看你往生 不往生 那么他给阿弥陀佛约了三天 到第三天 扩松的时候 他就请求大众 改念弥陀经 念佛 送他往生 当然大众欢喜 于是乎就念弥陀经 念佛号 这个佛号才起 没有念几声 他就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了 他就走了 你看不生病 念了三天 就往生了 证明 经上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七日 一点都不错 银可能往生 真的想去 对这个世界 没有一丝毫的留念 这才行 我们念佛念了多少年 打了多少佛旗 连个影子都没有 明硬在哪里呢 没有这个恳气 不想去 真的要是阿弥陀佛来了 吓死了 所以关键呢 在这个地方 希望诸位 要把这个 慈戒踏方的真实相 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这个念佛旺生 不是假的 所以他时间短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是任何一个法门 都做不到的 密宗既身成佛 哪有这么快 哪有这么稳当 第五 持一尊佛的名号 就得一切祝福的 护念 跟你一切祝福的名号 无二无别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个我们现在快过年了 台湾过年 许多道场 寺院道场 都拜万佛 拜万佛要拜十几天 一万两千尊佛号 万佛明进 你十几天拜下来 才只拜一万两千尊佛 无量无边祝福 你漏掉太多太多了 可是诸位想的 假如你要是拜一尊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祝福 统统都拜了 不如装拜阿弥陀佛 那个功德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功德 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 但是世间人 对他四十真相不明了 不知道拜阿弥陀佛 功德立业之大 还去拜万佛 拜万佛真的是 挂一漏案了 遗漏掉太多太多了 不圆满 那么怎么晓得 我们拜阿弥陀佛 就是拜一切祝福如来 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说明 就是证据 你细细看这段经文 这个五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如果我们能够领会 如教修行 不但自己功德不可思议 他功德也不可思议 奥义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修学净土的人 以真诚的心 以清净心 恭敬心 慈悲心 信愿持明 就把阿弥陀佛 无量皆所修的功德 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 可是这个里头 大家一定要记住 真诚意心 清净心 恭敬心 慈悲心 才能够把弥陀的功德 转变成自己的功德 这个是有证据的 经文上书 祝福不可思议功德 我不可以思议功德 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了 那么由此可知 释迦牟尼佛能把阿弥陀佛功德 转变成自己的功德 这就是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能 我们也能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要把弥陀功德 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 怎样具体的变法 什么道理能变 这几天 这几天所讲的 诸位细细的去思维 细细的去体会 你自然就明白了 这几天 把这统统都说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这就是六方福 这一段经文很长 六方横杀祝福 暂尽劝信 在这个里面 寒的意思 很多 很重要 他包含着聂佛人 从修阴到正国 也就是从初发心到成佛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程序 用名号来表示 因此 这一段经文 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启示 非常重要 我们先把六方总说 东方横杀祝福 南方 西方 北方 下方 上方 这是指点 这个六方 每一段经文 最后的总结 都是说 这些祝福如来 这个祝福 横杀祝福 苏不尽地 祝福如来 过于其国 出广场学校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臣事业 如灯众生 当性事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 所顾念经 这是 六方就是十方 一切祝福 如此的赞叹 不仅是 为释迦牟尼佛 做证明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宣说的 一点都不错 同时显示出来 受方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一尊佛 不讲阿弥陀金 没有一尊佛 不劝人念佛 求成净土 所以我们才真正明白 算了 这一个法门 是一切祝福如来 度众生成佛道的 第一法门 我们从这里看到的 因此真正发心念佛 求成净土 不仅是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保佑你 一切祝福 度付你 所以这个加持的力量 太大太大了 你修学其他法门 加持你的 顶多是本思 释迦牟尼佛 你没有办法得到 一切祝福如来 圆满的加持 唯独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明白了之后 才感觉到自己 真的幸运 能够真诚 专心 法院的修学 你现前就得一切祝福的 护念 就得祝福的 加持 你身体有病 病自然就好了 运气不好 马上也转过来 不可思议 感应不可思议 这个功德之力 真的只有佛才有资格为我们宣说 这个利益是无量无边 我们现在就得到 如果你要是不信 不肯儒教修行 那就是经上讲的 你善根福的应缘不足 太少了 再说的不好听了 业障深重 这样地业殊胜的法门 你不能接受 你说这都可惜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一方一方来说明 东方 师尊为我们说了 五尊佛的名号 东方 恒厚厚杀素 祝福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只介绍这五个人呢 福是随便举的吧 没这个道理 佛说话了 没有随便说的 一定含有很深的意义 就同我们这个金本展开 前面一定列着有上手的大众 像我们这部经 我们看大众当中 有摄地佛 穆尼佛 有十六个 这是比丘 有这个文殊斯利 米勒菩萨 有四位菩萨 他一定他都列出几个人呢 这几个人是表法的 不是随便列的 每一部经我们展开 列的人民不一样 表的法门呢 不相同 我们从这个例子来观察 这个里面列的名号 一定也有表法的意思 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 提出这个名号 一定是表法的意思 仔细观察呢 果然不错 把我们修阴正果 整果的历程 按照这个顺序排列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个净土法门怎么修 依照这个修 就决定不错 东方式开始 在四方 这是属于守 在五行 在八卦 他也是排在第一位 那么这个地方 五尊佛 是代表 我们修学基本的概念 非常重要 第一尊佛呢 阿醋匹佛 这个名号 完全是梵文的英语 阿反作武 出比反作动 和起来呢 无动 无动就是不动的意思 像阿弥陀 阿是无的意思 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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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作量 无量 这是无动 不动 就是觉 福是觉的意思 不动 觉 这翻成中国意思 是这个意思 这是说明你想修净土 你从哪里开始呢 从这开始 我们今天修净土修不成功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基础 我们的心会动 你看呢 看到参禅的也就想去参禅 来个什么仁波切呢 又想去关顶 这个心就动嘛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叫不动啊 在环境上 不为霸风所动 明文立亚 五欲六成都在这里诱惑你啊 你在这些境界里都如如不动 一心专求净土 这才行啊 你看他这个意思都好 他排在第一 凡事会动摇的 那就不必谈了 不要说敬宗 哪一个发门 你也不能成就 这个不动啊 不仅仅是在环境里面 我们不动心 在一些大臣发门里面 也不动心 遇到禅 遇到教 遇到戒律 遇到密 都不为所动 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这是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 我们要从这个基础上发心 修行 安徏陀佛念 旭上花言金 孙才同志 五十三才 像才同志 修什么发门呢 念佛求神見土 华业经商没这么说 经商文字没有 意识具足 意识在哪里呢 善才的老师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 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发愿的记者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善才是文殊传法的弟子 不是普通的弟子 是得意的门生 当然了 文殊是把第一发门传给他 第一发门是念佛求生净土 所以善才同志 决定是念佛求生净土 那么他出来参访 这个参访是什么呢 就是借出外面的境界 我刚才讲两点意思都有了 五十三位善知识 代表我们这个社会 过行过夜男女老少 注意修改 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只有五个是出家人 其余的都是在家人 世间法 刚才讲了 明文立阳五语六成 善才同志 借出去参访 不为一所动 他参参说 后退念得理词 理词就是不知主 我不跟你修了 我明了你 明了对的 明了是开智慧 我不学你 我还是念佛求生净土 不足相 金刚经常讲的 不足法相 不足非法相 善才同志 五十三层完成 这个修修了 法相非法相 多不知主 到最后 第五十三参 遇到文书四季 遇到这个普贤普桑 十大愿望 道贵极乐 他参访 第一个是德云比丘 叫他念佛法门 念佛开头 王生极乐 挥结 一头一围 这不就清楚了吗 他修什么法门 清清楚楚 明明摆在我们面前 善才是修念佛法门 不为事出事法所动 这个就是阿福比法 成就自他功德 壮严 这是修学的基本条件 我们今天所以不能成功 就是心里头没有住在 看见什么就想学什么 这就完了 不能够专一 今天你们同修下午问我 禅宗里面讲的这个功夫 照见照着观照 观照是什么意思 一心专注 这个阿福比佛就代表这个意思 一心专注 不为外境所动 不为一切法门所动摇 你就有了修行的条件 我们一般讲 你就有资格来修行 这是必须要具备的 接下去这三尊佛 须米向佛 大须米佛 须米光佛 这是我们修净土的目标 我们修行的 希望得的是什么 成佛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别的 就是要成佛 这三尊佛 就是代表佛的三身 须米向佛 你看三尊佛都用须米 体是一个 体是一个 化身佛 报身佛 硬化身佛 体都是真如本性自信佛 一体三身 他表这个意思 相 相好光明 佛的相好光明 九法皆众生 占量 这是佛的报身 报身佛 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大须米佛 这个大是赞叹的词 就像大方广 那个大意思一样 赞叹真如本性 大法的本体 法界独尊 他是能变 是法界一尊庄严 是他所变 这就是法身 法身佛 是你光佛 光是光明变照 谱印神机 这个就是印化身佛 所以这三尊佛 是代表 法身 报身 印身 通通通用虚米 表一体 一体三尘 这也是我们所求 这是我们希望真的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为了这个事情 不是为别的 就为这个事情 那就一点都不错了 你看 这个目标清清楚楚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求我 要圆满地求你 末后一尊 妙音佛 这尊佛 代表本宗修行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 一心趁念阿弥陀佛 那摩阿弥陀佛 就是妙音 净虚空变法界 一切祝福 这个说法的音声 没有比这个更妙 因为这一句音声 能够从初发心 一直帮助你成佛 这个音妙啊 哪有比这个更妙的呢 所以妙音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妙音啊 名号功德不可思义 前面说过 这个地方不必再重复了 这是东方无尊佛 说喊的意思 我们要明了啊 他对我们的修行 你看多么的密切 南方 是尊也举五尊佛的名号 不要什么呢 不要修会 所以大家千万 要明白 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净土宗啊 跟其他的宗相比 差得太远了 不讲求里头没有般若智慧 顶多有一点小定 不得了 因为经上讲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总是得小定 所以有很多人瞧不起 那种老太婆教啊 下根人修的 愚痴人修的 许多人有这个错误的观念 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 有智慧 所以了不起 不甘心学这个法门 这都是对这个法门没有认识 自己与民产生的误会 眼前大利益了 丧失掉了 就是这多可惜 所以这个南方五尊佛代表修会 可见得尽忠是智慧第一了 没有智慧 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 我在前面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供养的西方三圣 就表示了这个法门 阿弥陀佛代表的第一法门 大师智菩萨代表第一智慧 你才选择这个法门 大师智菩萨专修专红了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最高智慧的选择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从哪里表现 就是把尽忠法门介绍给别人 劝人念佛求生建徒 这叫大慈大悲 不是别的慈悲 别的慈悲没有比这个大了 这才是真正第一大慈大悲 因为众生听到这个法门 接受这个法门 一生成佛 哪一个法门能比得上 天天我们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究竟大慈大悲在哪里 不知道啊 所以我真是常常感叹 很多人学佛了 学的是糊涂佛啊 问他说佛是什么 不晓得 是狐狸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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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害死神 这个要知道 是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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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